杨洁 现在这个材料准备了这么多 调料也都一应俱全了 那接下来这烤鱼到底该怎么做 我们万州烤鱼都是用的鲤鱼 第一除腥味它是很重要的 烟鱼之前我们要调一下我们特制的烟鱼水 这个是花椒 干辣椒段 洋葱 生姜 柠檬片 这大葱 这是盐 薄荷叶 我觉得下去的这一刻 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烟鱼水里的 香味四溢了 为了让烟鱼水的香味完全渗进鱼肉里 还要给鱼来个全身按摩 渐渐的鱼肉肉质变得松软 这种特制烟鱼水也赋予了鱼肉复合的香味 接下来就可以烤鱼了 这么大一个锅炉这是干嘛用的呀 这是我家的烤鱼炉太空脏 怎么样 像不像 同温在300度左右的一条鱼 八分钟就能熟 冉杰说 这个直径三米的烤鱼炉 可以同时烤20度条鱼 加快了出鱼的效率 烤炉内固定的温度 可以将鱼肉烤得更加焦香酥脆 三百摄氏度的高温之下 把子切断入锅煸炒 配以红醋提味 在浇到烤鱼上 这样一盘万州烤鱼 酸辣鲜 一应俱全 为舌尖带来欢愉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